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加琪 西琳娜一高 火远 陈卓璇和苏运莹 全是当下当红的年轻代歌手 单一纯 黄潇云和西琳娜一高三人 是通过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 单一纯是第九季的冠军 她也是唯一一位没有和惨星签约的冠军学员 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她目前的发展成就 单一纯近年来也是也是经常参加各大殷宗节目 她还与她的导师李建一起参加了 芒果台的声声不息等乐集 在节目中也是受到了很多前辈歌手的肯定 与她一起参加这档节目的还有曾比特 曾比特是香港年轻代艺人 正是靠住声声不息港乐集在内令人气大增 随后她还参加了批歌 目前正在参加东方卫视的英宗我们的歌 马加琪是时代少年团的成员 目前她也在参加我们的歌 去年她就参加了这档节目 与杨坤两人的组合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不过中途由于自己的原因推出了节目录制 今年再次参加与黄丽玲组队 依然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创造营是通过芒果台选秀节目 超级品声出道的歌手 不过她真正爆火是后来她参加了 腾讯视频的女团养成节目 创造营2020 目前她也在参加我们的歌 并且与光良组队成功 受到了光良的很多照顾 西琳娜一高也参加了这档女团养成节目 并且最终还夺得了冠军 而西琳娜一高在参加完中国好声音后也没有活起来 她活起来也是因为这档节目 我远是通过爱奇艺男团养成节目 青春有你第一季出道的艺人 后来她参加了腾讯视频 男团成长综艺创造营2021人气大增 今年她参加了芒果台的皮革3 并且获得了成盘名额 苏运营是内地歌手 她在2015年参加了 CCTV-3中国好歌曲第二季 这是一档原创音乐选秀节目 她在节目中演唱了野子 也成为了自己的代表作 她也人气大涨 虽然她也是一位年轻代歌手 不过她是几人中唯一一位有踢馆经验的嘉宾 在2016年 她作为首位踢馆歌手参加 《我是歌手》第四季第三季踢馆赛 只不过最终踢馆未能成功 歌手2024首发嘉宾会有8人 将由国内和国外的8位歌手组成 目前导演组爆出的《你要嘉宾》分别是 乃英 蔡依林 林俊杰 艾优 凯利克拉克森等人 对于踢馆嘉宾而言 都是很大的挑战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